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今天天高海阔不讲新闻了 跟大家讲讲历史吧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段我们讲到一个新闻 说中国国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好像跑到来美国 然后带上了机密资料 那么很多人都议论到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叛徒这个话题 那么后来呢 好像在中共建政100周年之前 大陆的媒体又特别强调这个忠诚两个字 讲到对叛徒应该严厉处罚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在这个1920年代出卖了中共很多高级领导人 连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 差点也被国民党因为顾顺章的出卖而逮捕 所以最后周恩来跟这个康生带人把顾顺章的一家 包括顾顺章的朋友 就偶然到顾顺章家打麻将的一个朋友 通通都用这个戏麻生勒死了 这就是震惊了当时的一个灭门案 那么讲到这些中共的叛徒啊 很多人留言说能不能再聊聊这个话题 中共历史上有什么很特别的叛徒 其实中共见证到现在你要是说中共的叛徒的话 最大的叛徒是谁呢 我觉得从级别上来说应该是向中发 向中发相当于当时中共的这个总书记 他也是因为顾顺章的出卖被逮捕 不过后来根据共产党的史料说 向中发被逮捕之后就叛变了 但是呢叛变也没有逃脱 国民党政府把他枪毙的命运 除了这个顾顺章啊向中发之外 在叛徒这个概念啊 你可以用到很多原来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身上 比如说陈公伯 陈公伯也算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陈公伯投靠了汪精卫 成了这个汪精卫伪政府的一员 那么被称之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汉奸之一 那么还有周福海这些其实都是中共的创始人 那么中共的著名的叛徒 当然还有张国焘 张国焘在这个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时候 就脱离了中共 这些所谓中共的叛徒啊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想可能大家从过去的一些历史资料 一些报道都有看到 那么如果再讲的话 也无非就是就是重提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 就是中共历史上一些十分特殊的叛徒 为什么说是特殊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几位 中共历史上特殊的叛徒 来看看他怎么样特殊 话说在1943年的时候啊 中共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跑到国民党那边担任职务了 这职务是什么呢 是中益救国军 松户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 我们知道中益救国军是由国民党的军统局的创办人戴利 所创办的一支武装 他是在抗战时期啊 在敌后坚持游击抗战 所以中益救国军在这个戴利手上 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武装 而这个中益救国军 松户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 那么无疑 这不但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职务 并且他跟军统的这个关系啊 非常密切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这个人啊叫沈辉 沈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而跑到戴利的这个中益救国军里面 去担任这个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 这很明显这个人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所以当时中共啊就把沈辉 列为中共的叛徒 沈辉到底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被中共认为他是叛徒呢 其实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 沈辉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沈志越 如果从台湾移民来美国的朋友 应该听过沈志越这个名字 他是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的第三任局长 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啊 应该严格意来说 是个反情报的机构 那么他的前身是什么呢 他的前身就是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到国民党的这个特务系统当中的 中统 中统后来在1940年代改名为 国民党党员通讯局 简称党通局 后来呢 经过一段历史变迁 特别是中华民国政府撤到台湾之后 经过多次对情报系统的调整 中统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 那么沈志越是法务部调查局的局长 也有一些资料说 他是法务部第一任调查局的局长 我看到的资料 他应该是第三任 有意思是 沈志越在法务部有个外号叫人面寿星 因为沈志越长得还算是比较一表人才 那么所以被称之为人面 但是呢 沈志越这个人工作起来 据说心狠手辣 所以当时法务部的人 对这个沈志越的评价是人面寿星 就是表面看起来一表人才 好像很和善 但是呢 做起事来非常毒辣 有意思的是 后来沈志越退休之后 接任法务部调查局局长 是叫袁成章 袁成章的人长得比较凶 所以在法务部呢 又被称之为寿面寿星 那么这都是我们在历史资料里面 看到的一些传说 那么沈辉 也就是我们说的沈志越 成为了这个中义救国军 淳户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 所以共产党认为他是一个叛徒 但是其实啊 沈志越并不是中共叛徒 他在为中共工作之前呢 他早就加入了国民党 加入了军统 所以其实沈辉是潜伏在中共内部的 国民党情报人员 只不过中共在1943年的时候 不知道以为沈辉是中共的叛徒 那么中共什么时候才知道 沈辉原来是潜伏在中共内部的 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呢 这个话题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沈志越 到底是个什么人 沈志越是浙江人 他1913年出生 沈志越从小呢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那么后来他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南京中央军校的第八期 我们知道南京中央军校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签出广州之后呢 改称为这个中央军校 沈志越在军校第八期就受到了这个军事训练 很奇怪的是啊 他在中央军校第八期受训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军队 而是考上了这个上海复旦大学 这是1933年的事情了 考上复旦大学之后啊 沈志越就变成了一个有进步思想的青年 什么叫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呢 就是思想比较左心的青年 我们知道1933年那个年代啊 中国正受两种思想的影响 一个是三民主义 一个是共产主义 那么作为年轻人呢 往往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所以沈志越在这个复旦大学念书期间呢 他非常接近当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只不过因为1927年 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周恩来等人呢 被迫转移到江西的所谓输区 所以当时在上海 中共的力量非常薄弱 如果当时中共的中央机关 还是在上海的话 很难说沈志越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然沈志越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呢 他算是一个左派的青年 经常会参加一些左派的活动 比如说罢工啊 罢课啊 那么沈志越在一次参加罢工活动的时候呢 就被当时的军统特务逮捕了 军统特务抓到沈志越之后啊 当然想从沈志越身上 获得一些有关共产党组织 或者左派组织的情报 不过沈志越被军统特务逮捕之后呢 十分震惊 在审讯过程当中啊 沈志越不但没有慌乱 并且他还恐吓这个军统特务 他说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国民党一个高官的儿子 我们知道当年的国民政府的高官啊 一般的特务是惹不起的 如果惹的话 搞不好会为自己惹来这个麻烦 所以当时这些特务审讯 沈志越的特务一听说 他是国民党高官的儿子 马上就对他很客气 但是又很怀疑 当这个特务发现 他原来在说谎的时候 特务觉得好笑 这样一个年轻人被这个 著名的军统局逮捕了 居然还敢在军统特务面前 编这么多瞎话 于是啊 特务就把这个笑话 就告诉了当时军统局的局长 戴利听 戴利一听 哦 这样一个年轻人进了这个军统局 居然还敢这么镇静的讲假话 这完全就是一个特务人才啊 所以戴利说 我亲自见见这个沈志越 一番交谈之后啊 这个戴利发现 沈志越真是个人才 不但学识渊博 反应快 并且呢 其实沈志越 也不是一个死心塌地的 这个追随共产党的人 所以戴利对沈志越 进行了一番劝说 沈志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加入军统 跟随戴利 成为了军统特务 像沈志越这种有文化 又有素质的人 加入军统啊 戴利一定会十分珍惜的 因为戴利从他的个人风格来说 他是一个十分爱惜人才的人 所以呢 沈志越加入军统之后 戴利并没有让他当一般的特务 也没有让他从事一般的情报工作 首先戴利对沈志越 进行了一番培训 怎么培训呢 让沈志越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这就是戴利的有远见了 因为今后对付共产党 如果你找一个 完全不懂马列主义的人 对付共产党 那么一定是处处碰壁的 所以沈志越加入军统之后 戴利首先让他 去了解一些共产党的理论 学学马列主义 然后呢 要学俄语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啊 要想好好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的话 是一定要懂俄语的 那么沈志越 经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马列主义的理论培训 又学了俄语之后 沈志越在军统局 有什么作为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 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今天不讲新闻 聊聊一些有趣的历史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 中共历史上一些很特殊的叛徒 什么叫特殊呢 就是中共开始以为他是叛徒 但是其实他早就加入了国民党 加入了军统 他只不过是潜伏在中共内部的军统特务 那么这个人叫沈志月 他是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的第三任局长 那么上一节我们说了 沈志月本来是个年轻人 曾经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念过书 后来也考入了复旦大学 在复旦大学参加左派运动的时候 就被军统特务逮捕了 逮捕之后呢 戴力觉得这是个人才 就把他招致麾下 对他进行了培训 那么除了让他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 学俄语之外 还把他送到了浙江景观学校 进行了特务训练 沈志月在接受了特务训练之后 他那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中国过去有一任公安部部长叫王芳 王芳这个人在大概抗战年代加入中共 那么成为了中共的所谓反间谍人员 历史上对王芳当过公安局长 公安厅长 也当过浙江省委书记 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部长 王芳作为一个在国共斗争期间反情报人员 他对沈志月是有印象的 所以王芳有本回忆录 在回忆录当中 王芳就说沈志月在浙江景观学校毕业之后 曾经在上海活动过一段时间 那么他当时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诱补共产党人 沈志月他过去参加过左派运动 他虽然不是正式的中共党员 他肯定跟中共的一些外围组织有接触 他在加入军统之后 又学习了马列一些理论 又学习了俄语 他又受过浙江景观学校的特务训练 所以在侦破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过程当中 沈志月可以说屡历其功 那么大概有七八位中共党员被他逮捕 那么最终据王芳的回忆是被杀害了 所以王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提到沈志月这个名字 你可以看得出治理行间都是咬牙切齿的 那么沈志月在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戴利对他的才能就更加肯定了 于是戴利觉得像这样一个军统的人才 应该把他派上大用场 那么当时已经是国共合作了 那么像沈志月这样的特殊的优秀的特务人才 应该怎么用呢 戴利决定把他派到延安去 我们知道国共合作之后 虽然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抗日 但是双方还是勾心斗角 双方还是互相派一些情报人员渗透到对方 这个一个是为了当时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摩擦 或者一些勾心斗角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其实当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中共的领袖 也为未来抗战胜利结束之后两党内战做一个铺垫 沈志月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派到了延安 那么作为在这个所谓的敌战区 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这个青年到延安 是一定要受到严格的审核的 沈志月如何能够作为一个军统的重要特务能打进延安呢 据说当时重庆中央大学有一位教授叫肖志平 肖志平向国民政府提出要去延安考察 那么国民政府就同意了 同意之后呢 这个肖志平教授带了一个助手 这个助手呢就是沈志月 从这个时候开始 沈志月改了个名字叫沈辉 所以他以沈辉的这个身份啊 跟着肖志平教授进入了延安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细节 到底沈志月打入延安是跟随肖志平教授进去的呢 还是跟随其他人呢 因为所谓这个跟随肖志平教授这个说法 也是来自这个王芳的回忆录 就是我们说说的过去的中国的公安部部长 但是有一些有兴趣的这个历史学家去查 怎么也查不到有一个重庆中央大学的教授叫肖志平 肖志平这个名字有 肖志平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 当然是一个普通的 大概是地方机构的一个参议 虽然有少将贤 但是并没有很重要的身份 不过肖志平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就是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 党员后来在1920年代呢 投降了国民党 所以肖志平作为中共的叛徒 又是国民党的少将 以这种身份带沈志平进入延安 会不会引起怀疑呢 这是很多人都疑问的 于是大陆有个作家就进行了一番考究 那么考究之后呢 说这个当初带沈志平进延安的人呢 并不是肖志平 而是叫陈志平 据说这个重庆中央大学 确实有教授叫陈志平 那如果是陈志平呢 就有意思了 这个陈志平教授有一个女儿 她的女儿的名字叫陈哲 如果讲陈哲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是谁 如果讲琼瑶呢 大家可能就知道是谁了 所以陈哲的笔名就叫琼瑶 所以这个陈志平教授的女儿就是琼瑶 那么是不是这个陈志平教授 把这个沈志越带到延安去的呢 我们就现在没有看到太多有证据的史料 不过到底是谁把沈志越带进延安去的 有这两种说法 有肖志平说 有陈志平说 反正无论如何 这个沈志越进入延安 沈志越进入延安之后啊 马上就在当地受到了欢迎 为什么你想一个进步青年 一个曾经在上海参加过左派运动的青年 对马列主义又讲的头头是道 又会俄语 那么作为这种有为青年 当时延安是非常欢迎的 那么抗战时期啊 有很多这个国民党占领区的青年 为了投身革命 为了这个投奔这个所谓的新的事业 跑到了延安 我们且不说这个年轻人到延安的这个运动 但是当时以这个沈志越 沈辉这个身份到了延安 肯定会受到欢迎 等到这个肖志平教授要离开延安的时候 沈辉就提出来 他要投奔延安 他要留在延安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那么这种有为青年 当时留在延安是很受欢迎的 不过受欢迎是一回事 要对这种来自国民党占领区的人进行严格的考核 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对这个沈辉进行考核的人啊 叫周星 周星这个名字 如果你了解历史的话 你大概知道唐朝有一个著名的酷吏 就叫周星 但是这个周星跟那个人肯定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个周星也不简单 这个周星当时是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情报机构的领导人 所以对这个来自国民党占领区的一些人的考核 就由周星来主持 那么特别对于沈志越 这个在共产党眼里面看起来有为青年 周星亲自出马 对他进行了考核 那么沈志越是怎么混过考核的呢 我们应该说啊 在这个国共合作期间 国民党的军统局向延安派出了很多渗透人员 大部分呢 都被逮捕了 比如说著名的就是汉中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局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务叫陈慕仪 陈慕仪啊 是一个军统局内的一个理论家 他培训特务呢 据说是有一手 所以陈慕仪呢 在这个汉中就办了一个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就被简称为汉中训练班 为什么这个汉中训练班这么有名呢 今天你看一些有关国共在这个抗战时期的一些情报战 间谍战啊 一定会讲到这个汉中训练班 因为这个汉中训练班是国民党军统局 所有潜伏到中共内部最成功的一批人 这批人有多少人呢 现在这个数字还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陈慕仪自己说 他在汉中训练班总共办了九期 每一期大概是一百多人 所以加起来有一千人 汉中训练班的人到延安 潜伏到成功到什么程度呢 直接说汉中训练班的军统特务 可以说渗透到当时中共在延安所有的部门 比如说著名的抗大 就是抗日军众大学 比如说延安的编保 就是编区保卫部 比如说毛泽东身边 比如说延安的一些政府部门 每一个部门呢 可以说几乎都有这个汉中训练班的军统特务渗透进去 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 也有一些军统的特务渗透进去了 汉中训练班的军统特务在延安之所以被破坏 是一个叫吴南山的一个潜伏人员 因为他出于个人的政治取向 他到了这个延安之后 就马上向中共投诚了 就把这个汉中训练班的一部分潜伏人员给揭发出来了 那么中共就顺着这条线 把这个汉中训练班大部分潜伏在中共机构里边的这个军统人员都给抓了出来 抓了多少呢 有一个数字说总共抓了30多个人 光是这30多个人都是潜伏在中共当时一些十分重要的机构里边的 汉中训练班我们刚讲了 有一千多人 中共只抓了30多人 那么中共就认为汉中训练班已经基本上在延安的潜伏网被破获了 是不是这样呢 事情到了1949年 当这个国共内战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中共的这个军队攻下了一江三岛 一江三岛据说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时候 有很多机密文件没有带走 那么这些机密文件又透露了汉中训练班一些什么机密资料呢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有趣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一些特殊的叛徒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沈志越 沈志越之所以说他是中共特殊的叛徒 其实他并不是叛徒 他是打入中共的军统特务 只不过当时中共以为他叛变了中共而已 上一节我们讲沈志越潜伏到延安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军统局训练了很多特务试图潜伏到延安 但是很多都被破获了 最著名的有汉中训练班 汉中训练班在被破获的整个过程当中 当时中共认为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延安的整个特务系统被连国端掉了 是不是这样呢 到了1949年 当中共军队攻下了一江三岛之后 据说发现了国民党还没有来得及带走一些机密文件 当中就有我们说的汉中训练班的主办人陈慕怡的给这个国防部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当中啊列举了汉中训练班的这个特务名单有多少人呢 有670人 我们且不说这个汉中训练班到底是有前后训练了1000多人 还是训练了670人 在延安被逮捕的汉中训练班的特务 总共也就30多个人 这说明还有几百个汉中训练班的特务已经渗透到中共内部 当时据说中共拿到这份名单之后 大次已经为此还设立了一个天字第一号的专案 就是要把汉中训练班的这些潜伏特务一个个给揪出来 但是最后我好像在中共建政之后 从50年代发现这份名单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说因为这份名单有多少汉中训练班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被抓到了 我曾经看到过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在网上有人说 他在他生活在好像中国的兰州吧 还是西北哪个城市 他说他这个人生当中碰到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他的一个邻居是一个来自山东的一个老大爷 这个老大爷呢 文化程度不高 也认识不了多少字 那么他在兰州的一个机械工厂里边 负责这个修理汽车 一辈子都干了个汽车修理工 生活的很苦 但是呢 等他快去世那天呢 他把他的这个家属叫到床前 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说他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 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潜伏下来了 那么他不但是有文化 并且懂英语 只不过呢 在后来他的这个上级啊 或者他的这个下线啊 都被这个破获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断了线的特务 一直到他临死 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给讲了出来 让他的家属啊 把这段这个秘密告诉当地的这个公安局 公安局听到这个秘密之后 也吓了一大跳 不过这位老人临死之前 才讲出这段秘密 也没有办法证实了 那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汉中训练 般当时潜伏在中共内部的特务 反正在一江三岛所缴获的名单 有670人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 当时国民党特意留下了这份名单 就希望在中共内部造成一些混乱 让一些并不是国民党的人呢 被带上了国民党特务嫌疑 是不是这后面才有了中共后来 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 有很多人以特务嫌疑的这个罪名 被逮捕 甚至被关押枪决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当时在中共控制的延安啊 对来自国民党地区的一些青年审核 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沈志越就是沈辉 当然也受到这种严格的审核 那么沈辉是怎么样蒙混过关的呢 后来啊 这个沈志越在他回忆录里面说 他说他在受到这个周兴的审核的时候 他也知道周兴什么人 作为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怎么可能不知道周兴是什么人呢 但是啊 当时沈辉特意放了一个破绽出来 这个破绽是什么呢 沈志越当时讲的是一口浙江话 因为他本身就是浙江人 他的国语当中啊 有很浓厚的浙江口音 但是沈辉居然说自己是河南人 那么当时周兴觉得非常奇怪 你一口这个浙江枪的国语 你说你是河南人 这不是一个明显的破绽吗 于是周兴就追问这个沈辉 你为什么一口浙江话 你说你是河南人 沈辉说啊 我是出生在河南 我是河南人 不过从小呢 就跟亲戚在这个浙江念书 所以呢 我现在国语当中 有这么重的这个浙江口音 按一般的这个特务工作的原理来说 你在接受对方的这个侦测的时候 你必须是完全没有破绽的 这么明显的一个破绽 沈辉故意把它扔到这个周兴面前 周兴就认为 最起码这个人没有受过特务训练 否则的话 一个这么明显的破绽 一个这个明显的矛盾 他为什么会很坦然的讲出来呢 所以周兴认为 沈辉同学信得过 于是沈辉同学就进入了 抗日军政大学 第二期学习 在这个抗大学习期间 其实当时中共内部的 这个反间谍机构 对抗大的学生 特别是来自这个 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的监控 是非常严格的 当时中共的这个特务机构叫什么呢 叫中共中央社会部 社会部的部长是谁呢 叫康生 今天我们讲到中国的 这个特务机构的创办人 很多人都认为是康生 其实这并不对 中共特务机构的创办人 应该是周恩来 只不过后来周恩来 创办了这个特科之后 康生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之前我们讲的 顾顺章一家 被这个用麻绳勒死 执行的就是康生 那么康生后来撤离上海之后 就到了这个苏联 在苏联也受到了特务训练 他从苏联回来之后呢 就当了这个中央社会部的部长 就是中共最大的特务头子 今天很多人说 中共最大的特务头子李克农 李克农不是 李克农是康生的手下 所以这个沈辉在抗大学习期间 就引起了康生的注意 康生也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人 好像特务头子都十分爱惜人才 康生经过对这个沈辉的观察之后 就一再像这个当时 抗大的校长罗瑞卿 就是中共后来建国之后的 十大将之一 推荐说沈辉同学 绝对是一个好材料 沈辉同学今后应该承担 这个重要的工作 果然沈辉毕业之后 就被分配到一个重要的部门 这个重要部门是哪里呢 就是毛德中的办公室 今天很多中华民国的历史资料 说这个沈志越 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 但是中共对这个记录 是坚决不承认的 那么实际上 沈辉当时在康大毕业之后 担任什么工作呢 根据中共的一些资料的记载 沈辉当时在这个毛泽东身边 是当一个收发的工作 就是负责接文件送文件 哪怕不是毛泽东的秘书 在毛泽东身边当收发 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了 因为毛泽东每天 有什么文件到他的手 他的文件批阅之后 又转给什么人 沈辉是了解的一清二楚的 我想戴笠也就了解的一清二楚了 沈辉在延安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国民党跟共产党 也有不同的说法 国民党说 沈志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三年 了解了大量的中共机密 而中共的记载说 沈辉在毛泽东身边只工作了一年 为什么只工作了一年呢 我们还是讲 中国公安部原部长王芳的回忆录 王芳说 他说沈志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一段时间之后 毛泽东就对他产生了怀疑 于是就把他调离了 王芳这个说法可不可信呢 我认为可能不太可信 因为毛泽东每天 作为中共的领袖 他接触的人很多 他为什么就对沈辉产生了怀疑呢 这个沈辉只不过是一个做收发工作的 他应该没有机会让毛泽东注意他 也没有机会让毛泽东觉得他可疑 那么沈辉为什么在延安工作了一年就被调离了呢 原因是这样的 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 当时中共除了八路军之外 还有另外一支军队叫新士军 而当时主管新士军工作的呢 是向英跟叶挺 向英跟叶挺呢 曾经向中共中央提出个要求 就是说要找一些对南方熟悉的这个共产党员去新士军 帮助他们工作 因为当时新士军想壮大自己的力量 想把散落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啊 收拢起来 让新士军的人数更加多 因为毕竟新士军在国民政府当中是一支正规军 他可以得到这个正规军的军费 因为向英跟这个叶挺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当时延安就向这个新士军所驻扎地区 派出了一些熟悉南方的干部 沈辉就是一个熟悉南方的干部 因为他在长期在浙江生活 说话都一口浙江口音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沈辉就被调到了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机构工作 具体说是在新士军的军部工作 沈辉打入到中共之后 又被调到了江南新士军驻扎的地区工作 那么他对军统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讲中共历史上有趣的叛徒 我们今天聊的是沈志越 上一节我们说沈志越在延安潜伏的很好 他不但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 那么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 那么无论是当秘书还是当收发 两种不同的说法沈志越都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 之前我们讲过了 军统局派到延安的潜伏特务 很多都被破获了 那么最起码共产党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沈志越为什么能够在延安不但没有被破获 并且还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呢 这就跟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优秀的间谍人才 他的内心对事情的预感非常重要 沈志越在延安的时候 他有街头人 他有一次他收到了街头人的暗号 让他去某个地点街头 沈志越内心突然觉得这是街头十分危险 所以想了半天他没有去 果然这个街头是个陷阱 因为这个街头人被逮捕之后 已经向中共供出了一切 这个街头人其实也不知道潜伏在延安的 这个沈辉是什么人 也没见过 只不过双方约定了一个街头的暗号 沈志越觉得这次街头十分危险 事前想后没有去 所以他就躲过了一劫 躲过一劫之后 我们上一集讲了 沈辉就被派到了新市军工作 那么沈辉到了新市军 他有没有为总统局建立什么功勋呢 我们从目前中华民国的一些历史资料看 这个宛南事变 沈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华民国的一些书籍的历史资料公布 说这个宛南事变 为什么国民党能够一举消灭了新市军的阻力呢 就是沈志越 就是沈辉 在这个新市军内部的秘密组织发挥了作用 对这个新市军的动向 他们叫行军的路线 以他们内部的矛盾了解的一清二楚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细节 中华民国的这些历史资料里面所记载的 并不是说沈志越这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 是沈志越领导的秘密组织发挥了作用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除了沈志越本人之外 他在新市军内部还建立了一个情报系统 那么这个情报系统 从目前我们没有在中共的史料当中看到 有被破获的这样的记录 那么这些沈志越所发展的秘密组织的成员 最后怎么样呢 这恐怕就是历史上永远一个谜了 沈志越在宛南事变当中 为国民党消灭新市军的阻力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这次工作之后 沈志越就回到了军统局 沈志越为什么回到军统局呢 据说他推荐的一个工作人员 就向新市军推荐的一个工作人员 暴露了被逮捕了 所以这就把沈志越也暴露了 所以沈志越就回到了军统局 沈志越以为自己在新市军里面暴露了 其实并没有 他所推荐的工作人员被逮捕之后 没有把他给供出来 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也没有记载 反正沈志越发现他推荐的 就认识他的一个情报人员 被新市军发现并逮捕之后 他就赶快回到了军统局 戴笠对这个人才是十分爱惜的 戴笠也不愿意 让沈志越在新市军里面 再继续承担风险下去 沈志越回到军统局之后 就当了军统局的一个科长 那除了这个科长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沈志越还当了中议救国军 淳户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 这个职务是个公开的职务 于是在江南的中共就发现了 他们的工作人员 这个沈辉为什么变成了沈志越 为什么就当了国民党 中议救国军的这个政治部主任呢 所以于是就向延安报告 沈辉同志叛变了 那么中共是从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沈辉这个沈志越 其实原来不是他们的同志 原来不是他们的叛徒 居然是军统特务呢 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 因为军统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 被中共逮捕了 这个人叫沈罪 如果曾经看过沈罪回忆录的人 对沈罪应该很熟悉 沈罪是军统局一个非常资深的特务 据他自己的回忆录说 他16岁在他姐夫娱乐省的介绍之下 就加入了军统局 他一加入军统局 很快就受到了戴笠的赏识 因为他跟戴笠的儿子算是同龄人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沈罪加入军统之后 在破获共产党组织 在收集左翼团体一些情报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沈罪28岁就成为军统局的少将 成为军统局总务处的处长 沈罪跟沈志月两个人应该说是惺惺相惜 在军统局两个都是很受重视的人 很受戴笠重视的人 而沈罪跟沈志月都姓沈 据说两个续玩甲骨之后 发现两个人居然是同中 所以两个人关系特别好 沈罪后来在被共产党关到监狱之后 他才交代说 沈志月其实早就是军统局的情报人员 他到延安只不过是受军统局之命 派遣到延安去潜伏而已 中共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他们心目中的眼中的叛徒 原来居然是军统局的一个特务 沈罪在讲到这个沈志月的时候 他还有很多回忆录当中的细节 讲到这个沈志月 沈罪跟沈志月两个人关系很好 沈志月曾经前后两三次去过延安 那么后来的历史学家 在研究这个所谓的两三次去过延安 是怎么看的 大家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沈罪在延安潜伏一段时间之后 被派到了新市军工作 然后他从新市军工作之后 还回到延安做了一些联络工作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经过西安的时候 还跟西安的军统局西安站 进行过交往交换过情报 那么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当沈辉跟军统局西安站的 特务交换情报的时候 他用的名字叫李国栋 所以沈辉在延安叫沈辉 在军统局西安站的特务面前 他又叫李国栋 他在军统局内部又叫沈志月 所以延安不知道沈辉就是李国栋 就是沈志月 而西安站的军统局的特务 也不知道李国栋就是沈辉 就是沈志月 沈志月在离开延安之后 回到军统局当了一个科长 但是在沈志月回到军统没多久 就是抗战胜利之后 戴笠的飞机因为失事戴笠身亡了 所以沈志月的保护伞 沈志月的恩师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沈志月这个时候 在军统局的内部 他的个人的职业生涯 就处在一个低潮期 那么沈志月后来 为什么又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 为什么后来又成为调查局的局长呢 据说后来沈志月做了两件事 又引起了蒋介石父子的重视 一件事是什么呢 一件事就是台湾当时破获了 中共在台湾的领导机构 那么他的领导人蔡孝乾也被逮捕了 逮捕蔡孝乾之后 顺着这个线索 又发现了国民党当时的参谋部次长吴时 是中共间谍 那么如果要找到吴时是中共间谍的证据呢 必须把中共派到台湾跟吴时联系的这个联络员 朱峰给抓住 朱峰当时已经拿着吴时给他开的特别冲信证 已经准备遣回大陆 那么朱峰当时在哪里呢 正好在周三 当时国民党军统局负责周三一带的 这个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沈志月 沈志月接到了这个上方的命令之后 马上在周三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终于把这个朱峰抓住了 所以他为把朱峰蔡孝乾这些中共潜伏人员 一网打尽呢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就引起了当时蒋经国的注意 因为当时蒋经国啊 正在准备对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进行整顿 那么除此之外啊 还有另外一件事 沈志月也博得了蒋氏父子的欢心 据说沈志月当时冒着危险 派出这个军统局的特务到这个浙江去拍摄了蒋介石家族墓地的现况 那么令到蒋介石知道他的家族墓地啊 并没有受到破坏 所以蒋介石跟蒋经国啊 因为这件事觉得沈志月是个会办事的人 所以沈志月后来在蒋经国啊 整顿国民党的情治系统过程当中啊 就步步高升 最终当到了这个调查局的局长 那么今天我们聊沈志月就聊到这里 但是像沈志月这样的特殊的中共叛徒呢 其实还有其他人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明天呢 我们看是不是用一集节目时间 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跟沈志月经历 有相似地方的中共特殊的叛徒 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